好像不下雨了 哦 毛毛雨也没有了 构树非常喜欢雨水 这两天长得非常好 都长得我二楼的窗户 非常净化空气 不下雨了 赶快上山 看沈婆跟两个小孩 刚一上来 沈婆的脸 小刚哭过了 一眼不高兴 一看就知道 我赶快帮忙吧 居然没有一个好的 我就不相信 这么一大堆 拔不出一个好的来 统统烂掉 所以沈婆说 这段期间 大家都不要去买了 坐在地下的 如果早上捡起来 马上吃掉还可以 如果你放一天半天 都就烂掉了 哎 这个好像是个好的 哦 我拔了这几百个了 还这样也不好 我就不信 拔不出一个好的来 真的是太可惜 太可惜了 外壳都好好的 里边都烂了 所以 如果你能买到 在你当地买的 尽量贵一点 就在当地买就好了 用记得很多人黑心 摘费出去 你自己还要拿运费 真不划算 你看烂虫这样 吃了对身体不好 不是每个人都像沈婆这样 善心 还放让大家捡食 有些人捡都吃不完 还去卖掉 今天我一来 我得把大门拉上来 不准进来的 下雨天 很滑 万一摔倒摔下去 谁负责任 再说了 捡了都回去也吃不完 不知道都流向哪里去了 伤害到别人 你看 你看有多可惜 所以晒龙眼 一定要看天气 好像这个是好的吧 扒了这么多 出来一个好的 不要浓掉 吃掉它 一个也不舍得精进 我去年有拍一支影片 我就是看了天气晒的 我是用热水烫一下 放在楼上 刚好五天没下雨 晒得非常好 这一次就是从十几天 我开始给大家抽奖开始 那个时候就每天下午 有雷震雨 所以下午基本上没太阳 今年的龙眼干 大家尽量不要买了 反正晒得都不好 晒盘说都是实话实说 不要问那些小钱 它一直良心 伤害别人的身体 像这些如果一直晒 晒干了 也会挑出一两个好的来 但是这些好的里面肯定是发霉的 如果我们吃了就对身体不好 你看看 哇 真是太浪费了 今年的天气就是这样 好了 大家别买了 明年再吃吧 还有很多 我要继续帮沈婆爸 赶快来垃圾车和弄出 沈婆又哭了 可能又想去沈公了 好了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hãy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la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